满满一桌子的餐點還有生活物資 全都來自新北市符合獅子會 這群女性室友的心意 在睡末年中之際 關懷弱勢加護 特別自掏腰包 買了各式的名聲物品 加上水果要送給她們 還有維京女王之稱的烘焙達人 提供手作麵包 帶來滿滿的關懷溫暖心意 我覺得吃就是要吃飽 然後我希望就不只這個單位可以吃 然後其他的單位 我們也能夠提供相同的服務這樣子 讓他們吃飽其實在冬天很重要 對 而且冬天民以食為天 所以我覺得吃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最主要是這些老人 因為年輕人都在外面努力 然後如果我們陪伴他 他會最開心的 我們造成一萬 符合獅子會挑選的這一處地點 由一位善心阿嬤 提供一週三次的共餐 來這裡用餐的大多都是邊緣戶 條件限制的關係 無法領取政府相關補助 但阿嬤的愛心餐點選在公園舉辦 用餐環境相當課難 受邀參與符合獅子會愛心活動的 新北市議員林菁姐表示 公園不適宜舉辦共餐 後續應該討論如何協助阿嬤改善用餐的環境 遇到就是說這是一個公園不適合辦 必須還是要移到室內去 那因為室內在這邊的一個活動中心都已經 的課程都排滿了 那也有其他的單位在辦活動 那阿嬤也是講一個說他住樓上就來這邊 這樣子會比較方便你 那菁姐也會長期來關注把這邊的環境弄好 歲末寒冬符合獅子會團結女力 結合地方阿嬤的關愛力量 帶來民生必需物資 懂得邊緣弱勢加護的困境 讓他們能夠得到關注溫暖在心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